随着疫情逐步解封 各国推出各项旅游方案 要吸引国际观光客 彰化县2月份就迎来第一波 来自新加坡250人的国外旅客 8日上午彰化县长王惠美 特地到百年扇行车库 迎接新加坡旅游团 很难得我们欢迎到 我们的新加坡团员来我们彰化 总共是三天两夜 把我们彰化的一些 非常优质的景点来看看 现在这一点是我们的扇行车库 昨天他们在八卦山上面 刚好我们的月影登记 也把八卦山的天空步道走了 晚上他们会在入港 明天会安排他们到我们的陈美堂 这也是有日本的兼六园支撑的陈美堂 来看看我们彰化 在地的非常优质的一些园艺 希望说他们新加坡的这些贵宾 在这三天两夜里面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 一个这个彰化之旅这样 疫情要快要结束了 那我们新加坡大通旅行社就策划 我们就找了比较有点文化 文化在地的文化 所以我们就来这个办的举办的彰化旅游 而且我们这一次跟以往不一样 我们在彰化是住了两个晚上 那所以我们会把那个彰化的那个 跟入港的特色把它凸显出来 尤其是比较特色的是在地的美食文化小吃 所以我们八号的晚上就办了一个户外的电音车歌舞台 然后还有一个在地的半桌料理 然后凸显我们彰化的入港的美食小吃 我第一次来彰化 然后哇好感动 我看到那个大佛 还看到这个我们前死 在新加坡都没有看过的这个火车 然后火车怎么转到什么的 我们在国 我自己的国家都没看过 彰化我们昨天吃了很多那个彰化的那些食品 我们的晚餐 全部都是从彰化的那个餐厅 就是它的餐厅提供给我们的 那你们的口味比较清淡 也比较适合我们的老人家 我们那边的比较重口味的 咖喱辣椒很多 这边都很清淡 很适合老人家 还有比较健康 随着旅游市场回温 彰化县已经做好接待国外游客的准备 重新连接特有文化与在地产业 期望能带动更多旅客来彰化旅游 将彰化的在地文化特色景点及美食小吃 推向国际拓展观光商机 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